商界委員迫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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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個市民帶上燈籠和麻月餅 又肯到政府總部 最低工資必須35 最低工資必須35 他們指現時價 28元最低工資水平 基層打工仔要省著用 想中秋出街食餐豐富些 的團圓飯都要想過度過 他們要求新一個 最低工資水平 調高支持新35元 市民委員會盡快把 報告交給特首 特首再作最後一個決定 但特首作決定之前 應該跟立法會議員再談一次 梁耀忠又要求將現時 每兩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 縮短為一年一次 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 之前就說最低工資 委員會就新一個水平提交 報告之後一定會考慮 勞資雙方的意見 我們一定會跟過程序做事 當委員會的報告 和建議交來給我之後 我一定會考慮到 勞資雙方的意見 更加重要的是 香港整體和長遠 社會發展的利益 他又說程序完成之後 就會盡快公佈決定 香港風範電視記者 胡罕密報導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這麼多的事 沒有意見 我會想說